5月8日 第八屆中日韓三国围棋名人混双赛在合肥逍遥金公园落幕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 韩国组合 朴婷环 崔京 凭借出色表现 夺得了本次赛事的冠军 在本次比赛中 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王汝南 受邀对本次赛事进行大盘讲解 同时走进校园与小棋手们展开交流 王汝南表示 孩子下围棋绝不是为围棋界培养几个接班人 更重要的是孩子的素质教育问题 要让孩子享受围棋的快乐 这是我们传统的项目 就是不仅仅我们这几个高手 通过这门媒体让我们爱好者和市民了解 同时我们也要走进校园 带动学校围棋的活动开展 本次赛事不仅吸引了众多围棋爱好者的目光 更得到了围棋界明星选手的积极参与 在赛后的采访中 参赛的中国围棋选手表示 围棋是一种跨越国界的文化 通过这样的国际比赛能切缩技艺 同时增进了解和友谊 因为请了很多比如说也有些元老级的 就之前的很有名的骑士 我觉得对推广围棋肯定是很有帮助 这次三国围棋混双赛是混双的赛制比较有趣 就是男女配合两个人下 就是会出现四个人不同的思路吧 就是在对于围棋文化的传播和推广来说 合肥市卢阳区作为全国围棋之乡 本届赛事场地设置在以三国古战场 逍遥金而闻名的逍遥金公园 这里环境优美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参赛队伍还被邀请游览了逍遥金公园 淮河路步行街 李鸿章故居等合肥的历史文化景点 亲身体验了合肥的城市魅力 为什么合肥这个叫三国赛不搞更多的呢 那就是因为我们洛阳区 我们有三桌遗址公园 我们有逍遥金 这都是我们要发掘我们文化传承的一种体现 那么大家一讲回去就讲到三国 讲到三国就不仅是想到过去 也会想到现在 因为我爸爸是安徽人 所以说来合肥也算是半个主场 我觉得每次来合肥都很好 然后我觉得这次比赛的公园环境也很好 我觉得虽然这次决赛输 但是我觉得因为第一次下混账 所以说我曾经决赛已经很满意 我这次知道我一个人维修的褶庙 要 快按摩 我们也讨厌 似乎 喝